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的好朋友 这个天下低瓜 南瓜 这个跟地瓜都是并列 抗癌 抗老化 然后抗发炎的好瓜 不过在台湾市面上 其实从东升南瓜 到这个栗子南瓜 各式各样的品种都有 那还有一些是观赏用的南瓜 南瓜事实上 从皮到肉到脂 全身都是宝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这一节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翔医生 您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王健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医生好朋友 杨子伟医生 您关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来是眼科医生好朋友 钟佩甄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方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洛静汉师傅 大家好 好 先问一下洪医生 南瓜叫做天下低瓜 不过我觉得地瓜也是天下低瓜 天下有两瓜很厉害 而且这两瓜全身都是宝 那以台湾来讲 因为各种品种都有 那相对价格也平价健康 所以事实上是现代人 这个可以好好利用的好食材 对 其实您刚刚提到一个地瓜跟南瓜 事实上你哪一些东西最抗癌最健康 你问那些自然疗法一些生肌饮食专家 地瓜跟南瓜都是他们会建议 他们的那些养生者要去摄取的 那他好处有哪一些 我先举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门诊病患 大概五十几岁 那他来的时候 他跟我讲说 他在五六年前被泌尿外科医师 他也出现那个贫尿 那泌尿外科医师跟他讲 那个是摄护腺肥大 那摄护腺肥大 他除了开药之外 他就问我说可以吃哪一些食材 那我跟他讲说 事实上摄护腺肥大 吃含新的食物可以减缓 那新的食物一个是海鲜类 一个就是我们讲一些南瓜类的 南瓜类的很多 尤其南瓜类 南瓜类的那个新含量很丰富 那他为了改善他的摄护腺肥大 就开始吃南瓜类 这样一吃他早上 他是把整个南瓜类 包括可能整个打成汁 就全包包皮都在里面 这样喝一杯 喝了一阵子之后 他告诉我有一件很奇怪 他除了视力变好 皮肤变好之外 他说有一次 因为他父亲是那个大肠癌过世 那他有六七个兄弟姐妹 他们说有一天 他们就一起约好 整个家族去做那个 大肠癌的那个筛选 他有一个兄弟得到大肠癌 就被他诊断出来 那一次的那个大肠癌 其他的都有一些席肉 那只有医师说奇怪 只有他的那个大肠 是粉粉韧韧最漂亮的 他一直觉得很奇怪 他们的基因是一样的 那他觉得可能是 因为他吃了好几年 这种打成南瓜的这种果汁 全汁来着 所以我们讲说 南瓜是不是可以抗癌 但是从几个面向来看 的确是可能的 癌症常常跟很多慢性发炎相关 第一个维生素C跟E 维生素脂溶性的E 跟水溶性的C 它是一个抗发炎 最常见的一个维他命 那另外就是 他们的维生素A 跟贝打胡萝卜素 但是维生素A跟贝打胡萝卜素 它可以修复我们的黏膜 那它是一个直化素 贝打胡萝卜是一个很强的 抗癌的那个直化素 那另外就是高鲜 纤维也是可以 我们讲很多一些致癌 我们常常吃到很多 加工类的食品 你可能纤维可以把它包覆走 这就从大便给排掉 那另外很多一些矿物质含量 像一些 我讲鲜 铭 甲 钙 其实南瓜含量都很丰富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 其实南瓜真的是一个 很棒很棒的一个抗发炎抗癌 还有保护眼睛 修补我们的伤口 大家要多摄取南瓜 那王医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这个南瓜市面上各种品种很多 不过这个摄取的时候 不能单纯把它们当作蔬菜 它们事实上是根莖类的主食 而且富含淀粉质 只要这些瓜类的东西 尤其这种含淀粉类的瓜类的话 基本上它就跟一般我们的主食一样 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那我就曾经遇到一个病人 他本身是在别的地方看糖尿病 可是他看到某些节目之后 他觉得说南瓜是好东西 他开始的取代就是 他的淀粉不吃 白米饭不吃 都吃南瓜 就南瓜吃过量之后 他变得基本上出现了两个现象 第一个体重也增加 第二他的血糖回来监测之后 其实他血糖跟糖化血测度 都没有控制得很好 那问题出来哪里 第一个 他把以为南瓜 他本身的淀粉量 他认为没有那么多 但基本上一般来说 我们刚才有个观念 四分之一碗的饭 他一般来在70卡 他其实就等于半颗 那个小颗的南瓜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吃了南瓜之后 你要至少能够去取代说 你的主食 而且不能说你三餐都吃 那当然刚才洪医师有提到说 其实如果南瓜最好的地方 有几个地方 它的皮有带皮吃 所以一般来说 如果你会便秘的人 带皮吃的话 你的排便会顺畅 再过来那个纸旁边那个囊 那个瓜囊 中间这个 对那个瓜囊 其实我常说 我都跟我的病人讲 如果说你有便秘的话 那个木瓜旁边 那个白白的要吃 那这种南瓜旁边 那个囊你要吃 其次之后 它属于水龙性的维生素 它对你排便会很顺畅 而且预防大肠癌 也是很好的东西 那再跟大家讲一下说 很容易被大家误会成 蔬菜的一些淀粉的食物 包括说我们今天的 那个南瓜的话 芋头 玉米 山药 马铃薯 栗子 菱角 还有莲藕 那这些东西 基本上如果你要吃的话 你要能够去适当的取代 就是半碗饭的量 一样是半碗饭的这些的东西 否则的话 你可能你正常吃了之后 再吃这些淀粉的食物的话 会让你的血糖 很容易飙得很高 真的 那问一下中医师 南瓜刚刚讲 β胡萝卜素很丰富 所以呢 这个多吃 其实对于现代人眼睛的保养 是有贡献的 讲到这个营养素 让我想到一个 最近的一个病人 我之前有一对夫妻 他们就是我门诊 规律会回来追踪 那前一阵子 他们刚好预约的时间到 那两位就又回来 那回来的时候很有趣 那先生就跟我讲说 中医师我跟你分享 我最近有在练一个 很神奇的什么功这样 他觉得他失利有回春 对 然后他就说 请你帮我检查一下 我觉得我最近 看东西越来越清楚 我说怎么说 他说我觉得 我以前40岁之后 都要戴老花 可是我最近觉得 好像看书报 看手机 变成不用戴眼镜 对 然后我听到这里 其实我大概猜得到 然后我就接着问他说 那请问你远的 也变清楚了吗 还是觉得有 稍微不清楚一点这样 然后他就 没讲的时候 胎儿就在旁边吐他吵 就说 对了对 医师你讲的对 他近的 是真的都不用戴老花 可是他最近 像我们要去爬山 要坐公车 像我们刚刚来搭公车 他连那个几号都看不清楚 对 然后我就说 其实你这是一种老花眼回春的假象 对 然后我就说 那我们先来做一下检查这样 对 那就帮他检查 就发现了 他有两百多度的近视 那他其实以前的病例是大概远视 远视大概一百五两百 所以他等于是最近这段时间 慢慢从远视变成到近视 对 那为什么呢 我们在帮他做检查 发现他其实就是白内障 白内障在成熟的过程 他的核心会膨胀 就趋率会增加 所以很多病人以前就是有远视 但慢慢变成近视 对 那近视的过程就很像内装的一个 凸透镜的老花眼镜 所以病人大部分觉得说 哇好棒 我最近看书报啊 看手机都变好了 所以其实这是一种回春的假象 对 那所以呢 后来先生就很不好意思说 所以我练那个弓 其实是没什么效 然后他说那怎么办 我说你可能出门运动啊 那很好 但是要戴太阳眼镜 对 那吃的话要摄取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 那他说要吃什么 我说像深绿色蔬菜 像南瓜也是很棒 因为他们都含有叶黄素玉米黄素 那这个对于白内障的一些保养预防 都是有帮忙 那接下来我们阿芳老师 就要来分享健康南瓜好料理 不过稍微先说明一下 这个本节目常用的是这种 小颗的栗子南瓜 这个其实日本品种 对 然后松软 而且有的时候口感甚至有点像甜点 对 那这个市面上其实东升南瓜 或者是各种品种都很多 对 因为事实上我们应该讲说 从最传统可能在乡下妈妈 前庭后院很多人就会自己装 这种就是我们以前从日本时代 我们称再来种 这种又称金粿的南瓜 那它的特质味道够 就是真正南瓜的味道 但是它随着它的成熟 比如宁关你拿的这一个 它还带有绿皮 它的颜色可能就会比较浅一点 对 然后呢 你稍微成熟了 这个很熟了 你就发现它切开的肉呢 可能就会是像这样子 像几乎可以红到像 你可以看到像木瓜的颜色 对 那周医师看到这个 应该就会很开心 那个整个的胡萝卜素的反应 视觉一看就有 但是相对这样子 如果你拿来炒 就没有那么好吃 为什么 因为它比较软 好 那现在吃南瓜很幸福 宁关你刚刚拿的这 像我现在前面这一颗 这颗已经很像小绿西瓜了 这是真正标准的栗子南瓜 太大了 这是标准的栗子南瓜 很大一颗 这小家庭真的吃不完 对 但是可以做一南瓜好几次 然后呢 这个是有一段时间很红的 这个东森南瓜皮比较薄 然后这边后面躲了一个 很像Halloween的这个 这个是美国南瓜 这个是观赏用的还是可以吃的 也可以啊 也可以吃 不会说不能吃啊 只是多半在美国 他们就把它挖眼睛 画个三长 万圣节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形体 大到很大 我今天带来是小的 我跟你讲 超重的 对 这个有些小家庭主妇 菜倒不够了 会切不开 我上次也有经验 栗子也有一颗 我那边切了老半天 这种是又叫做小黑的 小黑品种 然后我今天又来 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 我觉得我们的农民好利益 这个好哈蜜瓜 这个给大家看看 这个白色 里白南瓜 也是像外来南瓜的口感 南瓜味没有我们那么重 每一种南瓜其实都好 但是因为它有它各自 比如说像栗子南瓜 比较干松 它有它适合的烹调方法 你要炒米粉 你拿栗子南瓜炒好 你就说 这样都没够甜 你要挑的就是我们传统的 再来的品种 传统品种 对 所以你就可以做出很多样的 好 那今天我做南瓜两吃 那我现在就再放一点橄榄油之后 我把蒜片放进来 好 然后洋葱 然后也把洋葱丁 放进来爆香 好 老师你的南瓜 平常如果家里头有多的 其实只要阴凉的地方 它都可以保存 对 甚至你改 像我们今天现场摆一摆 你把它放在客厅的一个角落 门进来的门廊 人家说金粿 就很招牌 金光闪闪 对 对 招牌进吧 对 对 对 就有那个感受 好 那妈妈可以在各种不同的 这个料理方式 想办法把南瓜让家人可以吃了下来 可是我觉得早餐有人蒸蒸打豆浆 也很好 你不要千篇余虑 因为千篇余虑小孩很容易不买单 好 结果今天又是这样 老师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品种是 传统的南瓜 对 那我把皮洗干净 我是带皮切 然后就切成小丁小半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不吃那个胡萝卜的小孩 如果你要让他吃β胡萝卜酥 南瓜比较有甜度 比较容易接受 对 比较好变 对 好 然后如果你的南瓜越成熟 你切有一点厚度 再来你加的水 就不要从冷水开始加 你就加热水 然后这样子它可以熟的 熟的快 可是你减少煮的时间 它就不会崩散 好 我们疙瘩汤 今天我就用全麦的面粉 然后我们要调冷水 好 我这边有一碗半的面粉 可以吃一个家庭 对多少水 一半杯多一点点 一碗半的全麦面粉 然后它外头还裹一点干粉 对 好 然后就这样子 我的面就打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么快啊 对 就好了啊 然后就可以煮它 对啊 其实跟煮泡面的那种概念时间 其实是煮个汤啊 那难怪你说你们家的面粉都是大袋大袋买 就很方便啊 然后后面吃光 来不及的时候怎么变都可以变得出来 好 然后现在我就开始把盐调味料放进来 然后我今天在这里面汤滚了 好 蛋白质的来源 这个鸡胸肉 老师请问一下鸡胸肉怎么做前面 来我切片 好 就把它切片 切片像这样子就一片一片 然后呢 放一点盐 一点胡椒粉 盐调 对 少许的酒 米酒跟这个香油一点点 就跟我们基础的平民罐罐的调味料 就那几瓶 好 放进来拌匀之后 放少少一点点的泰白粉 好 然后现在我们还没有全熟的时候 对 我们就要往里面来剥疙瘩 所以这样甚至不用用手哦 你就筷子直接这样子滑下去哦 是 这招很厉害耶 是不是那个外国人炒什么南瓜浓汤 然后是不是也要炒面粉 那我现在所有的南瓜浓汤的概念 通通都有 而且你的那个粉质刚好让它汤头 有一点天然的浓 对 然后又可以吃饱 妈妈又不用再煮饭 哦 所以你刚刚那个筷子在碗里头 稍微碎它切它 对 它煮出来 它现在就变成小片了 就这样子 所以你就汤水很像肉羹 对 很像肉羹 对 你真的很会骗人 用食物骗小孩啊 妈妈可以 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概念啊 然后再来要让孩子吃得丰富 我没有把它打得什么糊糊的 然后就让它所有的食材都是很明确的 那所以我现在又放进去 好 一点虾 一熟的虾子 好 哇 那这样子就双鲜啊 所以这个也是家常的快速疙瘩料理 对 然后这样子放进来 然后撒一点点的胡椒粉 然后我们看到的那个黄色就是南瓜 对 它渐渐的融化 对 然后它就这样子 天然的汤头 汤头 然后里面蛋白质 鲜味 主食 通通你可以看到它都煮好了 妈妈可以在油脂 尤其是南瓜的营养成分 它必须要有油脂 那妈妈你就可以借有少量的一个奶油 然后放进来 然后它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 嗯 这是好像混血儿的汤 好 这是奶香 对 然后加一点点的芹菜 好 那我这一锅 你可以看到它很快速 浓汤 对 然后它的汤头现在也浓郁了 对 那就煮好了 南瓜里面含量很丰富 保护这个眼睛粘膜 就是保护预防肝炎症的效果 南瓜跟保养乙犯要处高生糖 血糖高视力会更模糊 因为你不只是视网膜病变 你的早发性白内障 青光炎都会发生 所以这是南瓜第一吃 对 很方便 就家里面假日煮一锅 你的南瓜很快就解决掉一颗了 对 好 然后今天我做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甜点 这个这个 你看很厉害的南瓜布丁 所有的工作伙伴点的 要我做南瓜布丁 那很多妈妈说 那老师我是不是一定都要去找 小南瓜不是的 来 如果 这位太太 这么大呢 要开生日蛋糕对不对 对 不是 我们说这中间不是有一个顶吗 然后你就把它闭过那个顶 你就直接只要取这一半 这一半下来 就是闭过这个顶 把它丁过来 然后这样就会一样有个凹槽 你也一样去站在那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大的 就是我取用大的南瓜做 整颗的都可以做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做的这一宗是小的栗子南瓜 对 就是栗子南瓜 那我给镜头看一下 其实就是简单的把它这样子切出来 是 那中间的瓜子 瓜囊把它挖出来 可是你要有点技巧 什么技巧 先挖子 子挖出来 如果家里面像栗南瓜 它特别的是它的子很大 如果你想要家里面把它有烤箱 你把它洗一洗去烤 烤完你可以拿来当这个零食吃 但是刚刚洪医师跟王医师都有提到 那个囊的那个纤维的部分 我其实是挖出来的 你们可以看到在哪里 我挖出来之后我去煮水 然后还有希望孩子会希望说 妈妈布丁大块一点点 你把那个南瓜肉啊 多多少少挖一点出来 你就跟一点水去煮 煮完之后过滤 把它们的膳食纤维 留下来 跟甜味把它留下来这样子 就可以善用 然后在这里面 你就可以适度的放糖 你的南瓜甜 你就少一点 但是毕竟是甜食 你还是要有适度的甜度感受 所以我们用一汤匙 拌到两汤匙的一个概念 酌量的糖 然后再来 这边我有半碗 就半杯 然后再来半杯的这个南瓜水 我们兑一颗全蛋 两颗蛋黄 这样子我不要鲜奶油 我就有蛋黄里面的软磷子 它会让我们的布丁是 不需要很高的油脂 就会很滑嫩 再来半杯的那个浓缩牛奶 就天然的浓缩牛奶 好 这个就是布丁的基底了 对 然后自己每个人看喜欢 香草精 你要不要放都没关系 如果没有香草精的朋友 因为毕竟它蛋跟奶加在一起 会有所谓的蛋腥味 然后你用一点点香草精 如果没有 家里有果酱 挖一点点果酱放在里面 你就直接放进来 就微微的一点点的量 好 然后把它们打匀 那这个就是布丁 好 然后再来最好的方式 对 这个去烤就布丁 可是我们多半 因为蛋会有蛋精 要滤一下 要把它拨滤一下 这样子的布丁就会滑嫩 好 然后滤完之后 然后要让它做正 对 所以你就把这个南瓜做容器 对 就把它做容器 所以假设没有南瓜做容器 其实你这个也是家常夏天布丁 对 就是直接你可以填碗装布丁 你就是随便家里的玻璃的容器 都可以做布丁 妈妈没想那么麻烦 你也可以把南瓜切成丁块 调到这里面 装到杯子里面去烤也可以 因为南瓜其实是容易熟的 然后这样放上来之后 这个我通常会放在旁边 就是这会烤 你要用烤的也可以 要用电锅蒸都可以 所以用蒸的是一个做法 用烤的是一个做法 倒烤箱的话 我们就记得你的盘子旁边 不是倒在那个南瓜里面 就放一点热水 对 这样子它就进烤箱 用200度左右的温度看南瓜 烤好了它上面会 膨起来的感觉 会南瓜熟布丁也熟 如果没有烤箱的朋友 你要直接把它放像这样子 南瓜是把它蹲在一个碗上面 移到哪里 移到电锅 可是电锅会有水分 会让南瓜不好吃 就是上面稍微盖一个铝箔子 好 那蒸熟也可以 那就会长这样 所以这个是还没有熟的 然后这个是熟的 熟的中间就是布丁 旁边就是天然的栗子南瓜 那栗子南瓜因为天然鲜甜 它吃起来也会有天然的 口感 那个像甜点感 那你就看大或小 再来就是跟切西瓜一样 切生日蛋糕一样 就全家可以享用 可以上这个真的很厉害 就这样在家里面 妈妈一变小孩就会 吃饱饭后有南瓜布丁 事实上里面那个布丁 只有一点点都是南瓜 真的 那我们来试吃 南瓜面哥它 它吃起来像是一个 很有深度的肉羹的味道 因为可是它的胡椒盐 那加上它面哥 它真的是装得太像肉羹了 它真的是有肉 因为它是鸡肉跟海鲜的那个虾子 所以真的是深度很深的一个 肉羹的那个味道 这个爸爸 阿公 妈妈 都会非常喜欢这道料理 这真的很棒 我觉得栗子南瓜有一个特征 它的松明跟甜 它是属于比较甜的 可是又不像地瓜那么甜蜜 所以介于中间 有那种日式甜点的味道 但是有没有像法式甜点 那些什么焦糖 果糖 玉米糖浆那种黏腻 所以这个是很健康的一道饮食 我一直在讲说 其实吃地瓜 我们一直讲的 它实在是很适合 糖尿病的人吃 因为它是属于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南瓜它的升糖指数多少 它高达75 白米饭是84 所以它是属于 跟白米饭一样 属于高升糖指数 但是所以我提醒大家 要吃那个南瓜的话 也要取代那个主食 我就举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60几岁的一个洗肾病人 我查房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洪医师很奇怪 我最近吃完饭之后 就口干舌肠 我就当场请护理人 帮他扎一下手指头 饭后血糖420 饭后血糖420是很高 一般空腹我们希望控制到140以内 饭后不要超过200 那我就说 你中午到底吃什么 为什么一餐可以让你上升到420 他说他一个礼拜前去听一个演讲 因为他最近视力不好 那去眼科诊断是那个糖尿病的四网膜病变 那听演讲演讲说要多吃南瓜 他就开始吃南瓜 我就问他你吃南瓜是对的 可是你没有吃白饭 他说他也是吃白饭 他说他没有吃白饭 没有那个饱足感 他哪里吃白饭 他把南瓜当做蔬菜 其实刚刚王医师有提到 其实很多都犯了这个问题 我刚我就跟他提出那个 南瓜生糖指数是75 只要高于59都属于高生糖指数 只是他因为他有矿物质 有一些菇啊 鲜啊 还有一些纤维素 可以把那个生糖给降低一点点 看还是很高 你如果取代白饭84 这就是对了 你取代一个用一个比较 两个同属高生糖指数 但是他相对是比较低的 可是你如果说以他来当做 你又吃的白饭 又吃这个就真的是热量太高 那我就请他 我就问他说 你这样吃了一个礼拜 视力有没有好 他说更模糊了 我跟大家讲 血糖高视力会更模糊 因为你不止视网膜病变 你的早发性白内障 青光炎都会发生 高血糖是对眼睛是很伤的 那我后来当然 把他多打了一些胰岛素 然后请他就是说 白饭就不要吃 你如果真的要吃南瓜的话 那这样子再吃一个礼拜 他的血糖就下来了 视力也变得比较好 他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很像是一个刷子 吃很多南瓜 可以治疗他的便秘 可以让他身体比较好 就吃了这么多 富含β胡萝卜素的东西之后 这样吃到快一个月 两个月 全身就开始花花 而且杨医师也要分享 南瓜因为富含维他命A 其实对于我们胃黏膜的保护 是有帮助的 那南瓜其实他对我也很好 我举一个最近遇到一个 比较惊恐的一个案例 我最近在做胃镜的时候 遇到一个70多岁的一个阿嬷 那他来急诊的时候 是说他大概解黑便 大黑便大概三天 那问一问也没有什么肚子痛 我们帮他做初步检查 照了一个S光 看到没有什么问题之后 就开始做胃镜 那胃镜做下去 我们就看到 哇真的一下去胃 就看到一个很大的溃疡 那越看越不对 这个溃疡怎么这么大 很深 那么就在靠近看 很深 真的很深 再进去看 奇怪怎么个黄黄的东西 好像盖在那个肠子 外膜的东西 我们叫附膜 当然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大部分的医生就会吓倒了 因为这个代表胃穿孔 那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做胃镜的时候 会在里面灌空气 胃穿孔是绝对不能做胃镜的 因为那个只要你坐下去 它会造成附膜充满了气体 会马上洗皮 看到马上惊醒 哇赶快把气抽一抽出来 还好没有事情 那赶快把病人送去 做那个电脑断层 真的耶 胃穿孔 那赶快请外科医师 帮他做手术 那这个这个阿嬷 从头到尾跟他问 奇怪了肚子没什么痛 因为我们一般知道 胃穿孔会非常非常痛 那个痛是你忍受不了的 他不太痛耶 那就真的胃穿孔 那后来讨论起来 这个阿嬷他的问题 是在于说 他平常有在吃一些的药物 那些药物会让胃的黏膜变薄 那大概胃溃疡的病人 大概有三成 他们是可以没有任何症状的 尤其是有一些 带有糖尿病的病患 他们对痛的那些感觉 会比一般人来得比较差一点点 那一般我们讲胃溃疡 如果说要注意 它哪些的原因 可能比较会造成胃溃疡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幽门感菌 这个大家大概知道 有这样的细菌 如果去感染到胃里面 比较容易会溃疡 第二个是某些药物 就比如说一些消炎止痛药 一些所谓的通血路的药物 这类的药物 它比较会造成胃的黏膜变薄 那它容易会受到 胃的一个侵蚀 胃义的一个侵蚀 再来就是所谓的饮食不正常 饮食不正常 这个也是 很多人会这个三餐 都不定时 这个都会比较容易 那最后一个是 所谓的精神压力 那我们常常遇到 有一些就是 小朋友 那十八九岁 吐血 十八九岁怎么会吐血 问一问 快要考试了 请不考到了 压力来了 哇 那胃溃疡就冒出来了 那食疗的部分 大家如果要注意的话 除了规则的饮食 再来南瓜 这个是一个蛮好推荐的一个食物 因为它富含很多的果胶 还有维生素A 这个对胃黏膜的一个保护 都是一个很好的效果 而且钟医师 这个到了夏天 很多人眼睛相对比较干燥 那南瓜 也可以舒缓 我们这个眼睛的 这一个干燥的状况 维生素A 其实它的前驱物 就是β胡萝卜素 就是我们 这个南瓜里面 含量很丰富的 那维他命A 就是说它对眼睛 它也有保护这个眼睛粘膜 就是保护预防肝眼症的效果 像我最近就有一个病人 他其实是一个 二十几岁的一个上班族 那平常上班就是打电脑 然后处理文书 然后下班以后 当然还是会用手机 然后会追剧 那刚好有一阵子 刚好有一个剧很夯 他就是一直看嘛 就看看看 就看到半夜两三点 然后很累很累 但是就因为太好看 他停不下来 然后结果他等到那个剧追完 他觉得哇 他眼睛超不舒服 就是看远不清楚 看近也对不到焦 然后他觉得 他的眼睛很胀很胀 他自己想说 完了 我会不会得到清光眼 所以他就有点紧张 要赶快来看眼科 结果我听了他的症状之后 我说我们先去量一下眼压 那我想你的眼压 可能不高这样 对那去量 果然他眼压并没有高 但他做起来 他其实是 就是肝眼症 另外一种形态的肝眼症 对那我就问了一下 我说你平常就说当然用眼过度 生活习惯不良 熬夜 这个也是肝眼症的症状 那我问他说你平常戴隐形眼镜吗 他说有 他上班就戴 戴到下班 然后就是下班可能还会跟朋友聚餐 约会完再回家 他其实戴的时间都超过12个小时 那他上班的环境又是空调 就是比较强 湿度比较低 然后他平常又都化眼妆 那回去有时候太累 眼妆也没有卸干净 就去睡觉 所以他因为这些生活习惯不良 导致他会产生另外一种形态的肝眼症 所以他的眼睛脏 疲劳 其实不是因为清光眼 其实是某一种形态的肝眼症 对所以我就请他说 你当然这些用眼习惯 生活习惯要适度的改善 那眼睛的一些食物的方面呢 譬如说鱼啦 DHA 还有我们的南瓜 一些含有这个BetaO 萝卜素 它转化成维生素A 这个对于肝眼症也会有预防的效果 而且王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南瓜对于更年期 其实也是有帮助的 其实南瓜这个好东西 要跟黄豆一样 大豆一样 对女生的更年期都有帮助 我在年转会遇到一个病人 其实基本上他很喜欢吃南瓜 那这边跟大家说一下 其实很多病人 有状况之后 出现什么怪问题 都会过来找加一科医生 我这个病人最可怕的地方是 他一进来 其实看他身材 就是50多岁的女生 就是属于先瘦的 他一进来就跟王医师说 王医师我完蛋了 我全身都花黄 我黄胆了 我可能肝脏有问题 要做检查 你知道这种病人 就是很紧张 讲了一大堆 那手一伸出来 真的都是很黄 但是眼白一看 眼白都很白 那基本上他就是手黄 那你就问他说 你最近吃了很多好东西 对不对 他说什么叫好东西 吃很多南瓜 胡萝卜 甚至芒果正常的时候也吃 木瓜也吃 我说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希望说 多吃有限的蔬菜水果 可以治疗他的便秘 可以让他身体比较好 就吃了这么多 所复含β胡萝卜素的东西之后 这样吃了快一个月 两个月 全身就开始花黄 那黄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吗 其实他 基本上你自己看 看不出来 对他周遭的跟他讲说 你什么面有黄色 面有土色 那跑来看医生 基本上我妈做完检查 只能问他安心 肝功能没问题 胆没问题 其他十项肝蛋也都没问题 跟他讲 这些东西停掉 两个礼拜 颜色就出来 所以说 他基本上是个好东西 但如果你真的吃了过多之后 你的老天爷会告诉你 你真的会呈现那种黄色 其实说实在 病人自己看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发现 但别人一看一比较 那个明显的色差 真的很明显 可是这个不用担心 天然的色素 对身体没有伤害 两个礼拜之后就退掉了 那接下来我们洛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南瓜好料理 今天要烧的是 盐蛋南瓜松板猪 所以我们取这个南瓜 直接把它切片 对 今天是用东生 对 那因为我在炒的当中 我要让它快速 所以我会把皮去掉 那因为如果你喜欢说 吃的比较有口感 你不用把它皮去掉也可以 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我们的蒜头 先把它放进来 蒜头我们就把它切成 粒状的东西 好来 我们把它切成粒状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油下来 然后我们先把它加热 我们先稍微炒一下 蒜头先把它稍微炒香 把它炒香 然后今天有一个灵魂的食材 是咸蛋 对 咸蛋 那就把蛋白跟蛋黄 都稍微把它剁碎 对 我们其实在剁的当中 也不用剁到说 完全让它变成 就是我们讲的小颗丁 对 我们就是有大丁 吃起来有那个口感 可是我们今天只用一颗 你如果要吃健康 一颗就够了 让它有自然的那个浅淡的香气 好 然后我们再炒这个 蒜头有闻到那个香气之后 它旁边有稍微有一点点的金黄色 我们的笋子片先下来 好 这个是夏天的绿竹笋吗 对 我们是用夏天的绿竹笋 然后夏天的绿竹笋 其实它实际上都很甜了 然后再过来 我们就把这个南瓜也是一样 放下来 一起下去炒 好 先裹上一点油炒一点 待会它会熟的比较快 对 然后旁边我们稍微剁一下 把这个松板肉丢进来 好 松板肉因为它毕竟带上一点点的油汁 它熟成 我们讲它不会太老 那你也不用去特制的去把它腌制过 所以松板肉在吃的时候 它的口感也会比较好 然后很简单的 我们先把这样子 炒到稍微有一点点定型了之后 一样 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 来 把这个咸蛋 所以我们的盐分来自于咸蛋 对 那也一样稍微炒它 要有一点油炒它 因为咸蛋如果没有油下去炒它的话 它不会香 那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传统的金沙其实都在炒咸蛋花 是的 菇类的东西 因为它本身是干燥的 所以它的 其实老实讲 它在熟成当中可以带一点点的香味 所以我们就加上一点点的香菇 好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加上 差不多两碗的水 好 着亮的水 对 着亮的水 也不能过头 不能 因为待会儿这个 像南瓜也会出一点水 对 差不多一碗至两碗的水 然后我们就下去稍微炖一下 好 那我们炖它 焖它 那炖它 焖它 同时请教一下洪医师 南瓜因为好处多多 所以这个很多人 把它当成好食材的话 唯一要注意的是肾脏病的 肾脏病的 如果说要控制甲离子的话 其实蔬果类的甲离子 都是含量比较高的 对 我们每次在喂叫慢性肾衰竭的病人 就叫什么腺磷 腺甲 腺蛋白等等 但是常常有些病人只会听一半 我那天遇到一个五十几岁的 它是一个我的门诊多囊肾的病患 它肾功能其实还没有到那么糟糕 到第四期还有二十分 那我预期它应该还有好几年才洗肾 可是突然间我的洗肾室打电话给我说 它已经在洗肾室已经开始洗肾了 我非常压抑 那我后来遇到它问它发生什么事 我后来发现其实我的喂叫可能它没有听全套 只听进一半套 其实慢性肾衰竭之后我们的精神体力会很糟 血压高会贫血 所以他很多事他都 可是男生最在意一件事是晚上 跟老婆办那件事力不从心 这个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但是他们不好意思跟医师讨论 那他后来他就选择就是一样跟我第一个案例 他一样是把那个南瓜连皮带子打成汁 叫南瓜全汁这样喝 喝着喝着刚开始真的有改善 那不久之后就出现 他说有一次他喝完大概10分钟之后就出现 很奇怪感觉像吸不到气 而且心跳很快 然后那个心静 然后一开始冒冷汗 就送到急症室了 甲离子那时候已经7.3 我们正常甲离子3.5到5.2 7点多的时候就很危险 因为肾功能已经不好了 后来就紧急叫洗肾室开始急洗 洗完之后肾功能没有恢复 就开始就从此开始洗肾 我要提醒大家 万一你真的是慢性肾衰竭 那一件事力不从心 我的经验是把你的血色素拉高 因为你贫血嘛 那这个时候可以打一些 他可能还没有到达健保局 可以给付红血球生成素 你可以自费买那个红血球生成素来打 那实际上血色素拉高之后 精神体力会改善很多 好 不过杨医师 临床上也要分享 现代人很多人罹患大肠癌 其实南瓜顶瓜瓜的膳食纤维 对于预防大肠癌相当好 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这个有点悲伤 他是一个28岁的一个男生 那他很年轻 他一来的时候 就是整个肚子脏起来 后来检查起来 确定是所谓的大肠癌的转移 产生很多的负水 28岁怎么会得到大肠癌 后来帮他问起来 第一个他的阿公是大肠癌过失 他的叔叔也大肠癌 所以他是属于一个高遗传风险的一个案例 那他这个病人一开始 他有一个交往很久 论及婚嫁的女友跟他一起来看病 这个女友非常的贴心 一直陪伴他 陪伴到他 我照顾他到后来 突然间这个女生不见了 那跟他问起来才知道 他为了这个女生跟他讲说 你就分手吧 就不要误了你的未来 很像那个真的是连续剧里面那种剧情 看得非常难过 那后来这个男生 大概奋战了两年之后就走掉了 那重点是 就是说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一些高风险 除了平常固定去筛检之外 很重要就是说饮食上 那饮食上 我们今天提到这个南瓜 其实它是很好的东西 它第一个 它有很多的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很像是一个刷子 它吃下去在我们的肠道里面 可以把那些脏东西刷下来 这种感觉 第二个 它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 就是说我们所谓的β胡萝卜素 它是一个可以对抗我们身体里面 自由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成分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蛮好预防 我们讲癌症的一个食物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洛师傅的南瓜也烧好了 对 我们大概看一下 就是它的那个效果 好香哦 它直接下去闷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的 这样的一个软嫩的一个效果 然后它其实好像讲 它一搓一进去 它就已经熟了 好来过了就熟了 然后这时候就很简单 来 配一点颜色辣椒 提一点辣椒 多亮 然后加一点味道 就是一点点 一点盐巴 对因为咸淡的咸还是够的 所以少许的盐巴下去 然后记得综合一下它的那个味道 我们加上一点点的糖 好 多亮的糖 对 多亮的糖 少许就可以了 因为毕竟南瓜的甜分也都够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点点的葱花 增加它的那个颜色性 然后再过来起锅之前 加上一点点的香油 因为南瓜要有一点点油脂 它吃起来比较滑口 然后加上一点点的胡椒粉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哦 南瓜吸到这个汁啊 跟这个笋子啊 香菇混在一起 还有肉的鲜甜 而且我觉得最妙的是 因为加了这个咸蛋黄 对 然后还有那个胡椒粉的调味 就是有点炎热的夏天 然后它又把这个味道提出来 让你觉得就是即便 像我刚刚好像已经不太饿 可是吃了第一口就觉得很好吃 然后就接下去吃 一口接一口 对 忍不住就把它快吃完了 对 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在夏天 大家可以试一试尝试的一道菜 我觉得很棒 其实南瓜 因为它富含很多的营养啦 就是说在以我眼科来说 它真的是一个很值得推广的一个 有护眼营养素的食物 不过东西都是这样 就是过犹不及 不过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 就是我最近有一个病人 他是一个五十几岁 他也是一个就是我们的上班族 那他平常其实就有非纹症 他也检查过嘛 视网膜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要跟你的非纹 好好的和平共处 所以他也就听了我的话 就是也还好 可是呢他觉得他最近就是 那种黑影的感觉越来越明显 就是以前可能是一只小飞 我们会飞来飞去跑来跑去 可是他觉得他最近那个黑影 是好像有越来越大 然后呢他观察了一两个月之后 他发现好像不太对 他觉得那个黑影是不会跑 跟以前那种会飞来飞去的小飞 不太一样他就在正中间 而且他觉得很奇怪的是 那一只飞纹无论何时 只要他眼睛打开就是在 所以他后来觉得说 他还是来定期检查 但是因为我之前跟他说 你就是大概半年到一年定期 那他这次他就还蛮有警觉性 他就提早来 那提早来我一样帮他做散同检查 就发现他还是有飞纹 但是他看到的那个比较大的黑影 其实是一个黄斑布的病变 那问了一下发现就是说 他本身高度近视超过五百度 然后他又有抽烟的烟瓶 也好几十年 对那加上就是他因为外食 他其实平常也不是说 很注意这个饮食啊摄取这些 所以那我就提醒他 就是说如果你有黄斑布 这样的问题 当然除了定期检查之外 你可能要注意紫外线的防晒 那多摄取一些抗氧化的营养素 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 就是刚刚宏一有讲说 就是说南瓜没有错 它是一个很保护眼睛的食物 那最近新闻我想大家也有看到 在讲那个飞纹症 吃了某一种水果之后 你的飞纹症 好你澄清一下 对我要在这里澄清一下 南瓜比较强还是凤梨比较强 还是其实都是谣传 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呢这世界上没有某一种食物呢 是你吃了之后飞纹就会消失 那飞纹要怎么消失 飞纹其实主要是要检查 就是说如果你检查起来 你的是生理性的变化 就像我刚刚那个病人 我就跟他说你就是好好的跟他和平共处 因为他并不影响你的视力 他也没有导致失明的危险性 那既然这样你也不用很恐慌 你只要定期半年到一年追踪检查 但是如果检查起来像这个病人 他有黄斑部病变 或也许有的人有视网膜病变 或者是像洪医师刚刚讲的 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 玻璃体里面出血 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脉络膜有发炎 这些也都会看到飞纹症 但是这些呢绝对不是说 你就跟他和平共处 因为他会让你失明 所以如果检查起来是病理性的 这个是要对症去治疗 有些甚至除了吃药之后还要开刀 飞纹症 对就是说如果他造成的 因为他飞纹症只是一个表征 一个潜在的表征 但是他背后其实还有这些 视网膜玻璃啊 出血的这些危险性 那你是要去治疗的 当然这种你吃了什么都不会有效啦 但是即便是良性的飞纹症 也不是简单的说什么吃梦里吃南瓜 这些都是保养 那也有病人问我说那吃叶黄素 等等等等 说我们差点回来 所以所谓吃凤梨可能影响飞纹症 其实说穿的应该是说 如果你是要保养眼睛 抗氧化的食材可能都会对你有帮助 对 可是如果已经有飞纹症 你不可能靠吃凤梨把飞纹症吃好 对一百分 所以 对您刚才帮我解释的很正确 对 就不要太天真 就达了飞纹症每天照三餐吃凤梨 对而且呢 如果血糖高的人你每天吃凤梨 我们刚刚讲 凤梨它其实比南瓜它的这个甜分又更高 所以如果说你已经血糖很高 你又吃了一堆 而且是照每天这样吃 吃了这么长一段时间 你真的要小心你的血糖高 这个可能还会导致我们的玻璃体出血 飞纹症会更严重 那你刚刚要讲吃叶黄素 吃叶黄素也是预防黄斑部病变 对 但是如果黄斑部已经病变已经坏掉 也不大容易靠吃叶黄素把它吃好回来 对不可逆 只是说它会延缓它的恶化 目前的美国的这个眼科研究院是有这样 但是不是说你吃的就会好 或者是我吃的我就一定不会得到这个病 那我可能 就跟女生嘛 你有维他命C 你皮肤会好一点 那老化的慢一点 是 但是已经老化了之后 我们不可能吃维他命C好回来 对 所以大家不要太天真 是 好 谢谢医生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麦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同一时间我们的影片也会上传 健康好生活的YouTube官方的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